央行第七波的打炒房新制启动 而首波的重债户将会是在年底前 就准备要交屋的7.6万户 不过呢 其实仔细看这一次的管制措施 其中有一条就是修正有房无贷的借款人 不得有宽限期 而国营高层就指出了 过去常常在各银行之间 常常看到的万年宽限期将面临绝集 前下合同正式成为有壳一族 多数人都是靠房贷来买房 但央行这一次祭出的第七波房市管制措施 严厉取消宽限期 不只要打击短期炒作户 国营高层更指出 过去在各银行之间屡见不鲜的万年宽限期 也将面临绝集 因为很多投资客他利用这种方式 去做比较加大的杠杠的处理 那这本来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稳定性 就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何谓万年宽限期 简单来说就是透过转带的方式 让宽限期一言再言 过去不少人会在A银行办理房贷 等三年宽限期一到 再转到B银行争取三年 如果在宽限期内 卖掉房子等于完成五本生意 不需要付到任何本金 因此出现不少边自助边投资的心态 央行的规范 其实它这个放款的部分 它是针对所谓的借款人的规范 但是呢 的确在银行 它去处理它的金融收入 已经过高的情况下 他们可以去加盐它的规范 所以央行的规范只是底线 而这一波央行打炒房新制启动 首波重灾户 将是年底前准备交屋的7.6万户 根据内政部最新资料 今年前7月 全国住宅类使兆核发量 以台中市超过1.4万户为大宗 而桃源新北则陆列前三 尽管这次政策并未冲击到首购族 但就怕新清安优惠房贷 还是一大漏洞 你四种政策都在限缩 它的贷款跟宽限期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限缩 新清安的五年宽限期 这个才是真正 这一波房市之乱的根源 投资客都提早入场 它的成本比较低 大咖的投资客 它根本就无动于衷 所以你要真的打到它心痛 它亏损 那你最起码要 房价要跌两成 虽然这波房市甩尾 确实对市场会起到降温作用 但如何有效斩草除根 实现居住正义 防堵政策 势必得层层把关 记者傅一文 严林凯台北三文后导